唐朝孙国庭在书谱中说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 衣服字的灌气与神气不足 则不是价品 道字浑厚的那 法字长束的力挺 燃字的空灵 这些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的变化 是表现了自我的情感 书法是有生命的 古今肉血构成的书法艺术的字 不像绘画那样直觉 而是靠点线笔画来体现艺术魅力的 这个燃字的线条的实转 是自己的一种决断力 唐朝李阳斌说 随手万变任心所称 这是在写行草书时 所具备的心理状态